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要先謝謝各位弟兄姊妹 為我跟師母的代導跟守望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為我們禱告 我們也把我們此行所遇到的一些地方 跟進展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這個禱告是還需要持續的 因為神給福音傳到的意象 就是一站一站的往西 一直到新疆 將來可以走失路 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那這個意象不是只給一個人 而是給整個世界許多的教會 大家一起要完成這個大使命 好 那請大家記得在禱告當中 繼續紀念在前線的宣教的工作 今天我要帶大家讀一段經文 在新約菲利比書第一章 要從第三節到十一節 新約聖經 菲利比書第一章 第三節到十一節 好 如果你已經有找到聖經了 我邀請你跟我一起來讀好嗎 菲利比書第一章第三節開始到十一節 請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嘗試歡歡喜喜的祈求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你們是同心合意的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功的 必成全這功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 原是應當的 因你們藏在我心裡 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 是便明證實福音的時候 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 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 這是神可以給我做見證的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 做誠實無過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並靠著基督耶穌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 叫榮耀稱讚歸於神 那今天為什麼用這段經文 跟大家彼此勉勵分享呢 是因為我剛剛有說過 我們從上海飛到山西的氣口 再經過陝西到了寧夏 每一個省雖然都是黃河邊 但是卻有完全不一樣的風土民情 那連文化都有了落差 那其實菲利比的教會 也是保羅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當中 按著他本來的計畫跟感動 要往一個地方去 可是走到愛琴海邊呢 卻被聖靈攔阻了 改變他的計畫 他就在意象當中看見 愛琴海的對岸 馬其頓地區有了一個福音的呼聲 他就順服聖靈 度過愛琴海 就到了那個地方去 那在馬其頓的地方呢 是隔著愛琴海跟亞西亞這邊相對 那你知道在愛琴海的東岸這邊呢 是屬於馬其頓 就是比較是受到東方文化影響的 可是愛琴海的西岸這邊 馬其頓這邊是屬於西方世界 比較多希臘的文化的影響 那通常在東方的文化裡面呢 人跟人之間信息的交流 是透過故事啦 透過預言啦 或者靠人的直覺跟領受啦 要建立關係啦 那大家喜歡看的是神機 可是到了愛琴海的另外一個對岸呢 是受到希臘哲學很深很深影響的地方 他們是西方文化智慧的中心 但是很有意思 你知道有人說過歷史學家說 當羅馬帝國佔領希臘的同時 希臘的文化也佔領了羅馬帝國 所以羅馬帝國在政治跟地理的版圖當中擴張了 可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文化被希臘的文化 完完全全的改變了 完完全全的改變 因為那個地方剛好就是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故鄉 那以這樣一個希臘看中哲學跟理性思維的文化裡頭 到底福音是怎麼開始的 教會是怎麼樣開始建造的 只因為保羅這個外邦人的使徒 他按著聖靈的帶領 他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用了一個新的角度去傳福音 教會歐洲的第一間教會 就在菲利比這個地方建立起來了 他遇到的第一個文化的衝擊就是 以前在亞西亞猶太的移民很多 所以只要有十戶人家 有十個猶太的男人所在的地方 就會成立一個會堂 所以保羅每到一個地方 他第一個是先到會堂去 向自己的百姓傳福音 然後再向當地的外邦人傳福音 可是這一趟他就開始改變了 為什麼 因為他到了那裡是歐洲 菲利比是羅馬帝國很重要的一個邊防城 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也是交通要到 可是那裡猶太的男人常住的不多 所以他們是沒有會堂的 保羅到了那裡第一個遇見的 是在河邊有一個聚會禱告的點 他在那裡遇見了一個猶太的女人 叫做呂迪亞 她是賣布的 賣紫色布皮的生意的 而就在這個河邊聚會禱告的地方 當保羅開始了歐洲第一間教會的福音工作 後來就到了呂迪亞的家裡面 開始在那裡做據點 然後開始向當地人傳福音 可是你知道當神的工作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反彈就會有逼迫 所以當保羅他們趕出了一個被鬼附的女人身上的鬼以後 他們的名聲就傳遍了菲律比 而且他們開始發現他們原來的宗教受到影響跟打壓了 所以當地的人就起來逼迫 然後就把保羅跟希臘他們就下到監獄裡面去 開始逼迫那裡的教會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當逼迫來臨的時候 福音反而就傳開了 反而就傳開了 那保羅在他們被下到監獄裡的時候 他們半夜裡頭他們在那裡唱詩禱告 竟然地就大震動 牢房的門就整個震開了 然後看管他們的獄竹就嚇得半死 因為逃犯一逃脫是要殺頭的 但是保羅跟希臘他們在監獄裡頭 他們選擇不脫逃 他們反而去安慰那個獄竹說 沒事沒事我們都還在這裡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在監獄裡頭 就帶領著看管他們的獄竹 一家人都受洗了 這就是菲律比教會開始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是 保羅在菲律比書第一章 他因為受到逼迫不得不離開菲律比 所以當他離開菲律比的時候 他就把教會的帶領跟傳福音的責任 交給呂迪亞跟當地的弟兄姊妹 然後他就開始其他的旅程 後來他是在羅馬的監獄裡面 寫了這一封信 他離開了菲律比 但是他的心沒有離開菲律比 因為他一直顧念當地的弟兄姊妹 他們面對的壓力挫折 他們遇到的景況 所以他在監獄裡面 反而就寫信給菲律比的教會 也因為菲律比的教會 跟保羅有一個很特別的連結 就是很多的教會只想要接受幫助 但是沒有想到 要為上帝的仆人禱告 可是菲律比的教會 算是一個在逼迫當中 比較弱小的教會 但是他們卻不厭其煩地 不斷為保羅禱告 甚至最後他們還拆派了一個人 叫做以巴佛 就去服侍保羅 因為保羅的身體比較差 然後他們就不斷支持他 在經濟上在禱告上支持保羅 所以今天我們讀的菲律比書 就是保羅寫信給菲律比的教會 一開始就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然後也談到其實他的心 一直跟他們同在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勉勵的就是 我自己從保羅寫給菲律比的教會 當中有很深的學習跟提醒 我看到一個上帝所使用的仆人 跟羊群之間的愛跟連結 當保羅他在羅馬在監獄裡面 他仍然不忘菲律比教會的 弟兄姊妹的需要跟他們的愛 跟他們的付出 所以就寫信表達了感謝 也表達了他對他們的愛跟禱告 在今天這一段短短的經文裡頭 保羅就談到其實從那一日 就是教會建立開始一直到現在 他知道菲律比的教會都是跟保羅一起 同心合一心旺福音的 所以在保羅的心目當中 菲律比的教會不是他的員工 也不是只是他的羊 是一群在福音上面一起同工的同伴 是一起作戰的戰士 所以他們有很深的連結 保羅愛他們但是也敬重他們 他們也敬重保羅也愛保羅 所以之間有一個很美的聯繫 雖然彼此相隔 可是那個愛卻依然在來往在聯繫 就好比當佳音姐離開真光 到了上海到了大陸 這一段時間神給他的託付 他要一站一站的往西走 可是我們的教會 卻一直仍然用禱告拖住他 也跟他彼此連結 所以當他在那裡建立了教會 我們也去支援去愛那裡的弟兄姊妹 能夠幫助他兼顧他在那裡的事工 其實這是在上帝的心意裡頭 非常美的連結 我們當有宣教士出去的時候 教會要成為他的後盾 但是一個宣教士 他跟他所帶領的弟兄姊妹 要有一個很美的愛的聯繫 因為我們是在基督裡同工的 可是在這封信裡面 保羅就寫信給菲利比的教會說 我一直為你們禱告 每逢禱告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是感謝 但是在我的禱告裡面 我長久為你們的禱告有一個核心 這個核心就是 希望你們的愛心在知識跟見識上 能夠多而又多 並且在你們的生命中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 讓我們的神得著榮耀 當保羅寫信給菲利比的教會 他知道菲利比的教會 經歷了很多的磨難 逼迫 那也發現有異端就開始進到菲利比 他們的信仰受到一些衝擊 所以有很多世俗的文化跟希臘的文化 也一直在打壓他們的基督的信仰 所以保羅就寫信告訴他們說 我知道你們的問題跟景況 所以我的禱告只有一個焦點 就是你們的愛 你們的愛在知識跟見識上 能夠多而又多 這裡談到三個很美的元素 你知道 我們的信仰裡頭最核心就是愛 我們領受神的愛 回應神的愛 我們也用神的愛 來愛我們周邊的人 愛是傳福音最妙的道 也是基督徒生命裡頭最妙的道 所以當彼此相愛的時候 世人就認出我們是不一樣的是屬神的門徒 但是當愛受到很多不同的異教文化 跟很多哲學思維衝擊的時候 在理性的世界 這種愛其實是被貶抑被質疑的 因為大家高舉理性的時候 就會輕看靈性跟感情 那菲利比的教會在這個過程 保羅就告訴他們說 我為你們禱告的事情就是你們的愛 在知識跟見識當中要持續不斷的成長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有時候都以為愛純粹是感情的部分 對嗎 可是保羅說不 愛是需要讓在知識 知識指的是客觀的真理 見識指的是主觀的經歷跟判斷 原來愛不能只停留在膚淺的情感 真正深入的愛是要有客觀的知識 理性來輔佐 讓我們在愛上能夠分辨 而愛需要有很多生命的經驗 來運用愛來傳達愛 所以知識這個客觀的真理 跟見識這種主觀的學習跟經歷 要跟愛結合 人才能夠第一個活出信仰 第二個才能夠準確的傳達信仰 才能夠準確的傳達信仰 而這個就是保羅對菲利比教會 禱告的核心 因為只有當我們活出真實的愛 而這個愛又能夠幫助人 在理性在生命的經歷當中 實際的去被建造經歷神的時候 他能夠帶出的生命的感染力 就能夠改變人的生命 而當人的生命改變 上帝的榮耀就在那裡彰顯 而生活當中 所有的愛都不是掛在嘴上的 是要活出來的 所以保羅說 當我們的愛心在知識跟見識上 多而又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結果子 結出仁義的果子 仁義其實原來的原文 就是義這個字 就是結出對的果子來 結出按著神的屬性 應該有的美好的福音的果子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一段 來跟我們正光教會的弟兄姊妹 彼此聯絡也彼此勉勵 就是其實當我們的宣教士 或者當牧者 我們有時候需要到外面去 兼顧上帝的工作 或者另外有羊 必須兼顧其他的羊的需要的時候 我也希望你們真的記得 要用禱告拖住 拖住我們的工作 但是一樣的 我們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守望之外 其實我們的心 是跟你們在一起的 在大陸是一個很特別的環境 它非常的進步 網路跟通訊都很進步 但是是一個嚴格管控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到那裡最難的就是 我們已經習慣方便的通訊 到那裡是行不通的 網路常常連不上 就算連上了 能夠收也不能發 也不能發 甚至有時候收發都停了 白天都沒事 半夜叮叮咚咚很多的訊息才進來 那它是一個受到嚴格管控的地方 可是越因為通訊聯繫不上 我們的心裡就會特別掛念你們 也會特別在這樣的事上知道 只有禱告能夠彼此連線 所以其實我跟師母那邊 我們的心也一直記掛著你們 也在為你們守望 也知道你們在用禱告拖住我們 但是要記得就是 這一條線會越拉越長 我們所設的點會越來越多 我們就需要有更多的禱告跟聯繫 讓上帝的工作一站一站的去 然後接觸那裡的靈魂的需要 也讓他們看見上帝的救恩 經歷上帝的愛 所以記得我們要持續為佳穎姐守望 因為她前一陣子摔傷了腳 那我們這一趟去了寧夏 去了沙漠回來 她的腳又開始發炎 所以要為她能夠趕快復原來守望禱告 今天我就把我們這一趟的大陸之行 跟保羅寫給菲律比教會的信 來跟大家彼此勉勵 其實神的教會跟神的仆人之間 我們就是要這麼美的連結跟合作 我們是一起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的 阿門嗎 我們一起禱告好嗎 一起禱告 來托住傳到在大陸一切的侍奉 包括皇上的教會 也包括當地的百姓的教會 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隔閡跟距離讓我們有很多的 陌生跟成健在 想當年我們說他們是阿共是共匪對嗎 我們也說他們都吃樹皮樹根 可是我們去了才知道他們的課本也說 台灣是吃樹皮跟樹根的 當台灣開放探親以後 台灣的老兵回去被他們叫做呆包 因為是呆仔的肥羊 我們都知道那個千島湖的事件 跟很多回去的老兵的遭遇 可是你知道誰知道過了三十年 呆包變詐騙集團 現在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詐騙集團 而我們當年對他們的印象是吃樹皮的 是沒有文化的共匪 可是其實他們在許多的鄉下 有很多很純樸的百姓 他們的心是良善的 其實像福音是敞開的 連共產黨都有很多歸主的 都有很多歸主的 我們就發現有時候 我們要把成見偏見放下來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只有上帝的愛能夠穿越 求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放下這個世界給我們的帕子 我們要真實地面對靈魂面對人 放下成見 我們才能夠真的把愛跟福音傳給人 我們一起禱告 主義叔謝謝你讓我們今天早晨有機會了解 你使用我們一個小小的教會 卻要開始一個非常特別的宣教的旅程 主要讓我們前線的同工跟後方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心是彼此相連的 我們是在同一個意向 在同一個我們所信靠的神跟大使命當中 我們要往前走 我們不看自己的缺乏 卻看到你的託付 因為我相信你是耶和華以樂的神 你的供應是足夠的 主要讓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工人被建造起來 能夠前撲後繼一站一站的把福音 藉著思路傳回到耶路撒冷 因為在那裡有廣大的靈魂 是需要你自己的愛跟恩典的 讓我們放下一切文化跟歷史的成見 我們願意用你的愛跟那裡的人面對面 並且活出你的愛來祝福他們 請你來帶領我們這整個宣教的旅程 也讓我們的教會跟前線的宣教士 我們的心裡相連 靈裡相連 我們的同隊 團隊的服侍也彼此相連 我們要看見你要成就那又大又難的事 卻是極美的事 主要願祢祝福我們在這裡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祢與祢同工的 我們就不看見自己的微小 我們是在一個偉大的使命裡頭 繼續往前 求祢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的禱告更加的懇切 也讓我們更多的經歷祢的信實 謝謝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聲明 Amen 請從來領受祝福 主所愛的弟兄姊妹 願那位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讓你行路有光 生活有力 也願你每一天經歷祂的同在 在凡事的判斷當中 在愛心當中不但有知識 有見識 使我們在人際關係 在工作職場當中 都能夠榮耀主的名 結滿生命的果子 為願主賜福於你 保護你 為願主用祂面上的榮光 照耀你 賜恩於你 為願主眷顧你 賜你平安 Amen Amen